我把我的夫君修了,大婚当日,我写一纸修书,亲自送去了检府,宽敞的正堂中,弥漫着浓郁墨乡,我的夫君,新任户部尚书,简行之一身牙白长服,不动如山,用笔管点点门前,娇儿,记得跨过火盆再进来,顺他指的方向,一个燃满炭块的七红小盆,端端正正放在门口,我提着裙摆,在他沉稳宁静的注视中, 挑衅般一脚踢歪,屡好裙摆,跨进门去,简公子大喜的日子,穿得肃静了一些,面对我不加掩饰的调侃,简行之也只是脾气极好的笑了笑,用他一贯温润的语气回答道,新嫁娘不来,何须白费功夫,哦,想必简公子对这桩婚事,不满意的很,我扬了扬手中修书,不太轻巧的夺到他面前,靠近了他那张清雅俊逸的脸,愉悦道, 这不,给您送修书来了,简行之搁置了笔,两手交叠,撑在桌案上,什么,我生怕他听不见,两只胳膊压住他披月的折子靠近,修,书,简大人,年纪轻轻就换上耳背的毛病,可要小心一点,简行之松开被我压住的珍贵文书,修长的手指有一搭没一搭的扣着趾骨, 思考道,圣旨都下了,你不嫁我,想嫁给谁,墨迹未干,窗外的蝉鸣嘹亮,微风吹过,吹起了修书的一脚,我挑着一把蚕丝之旧的小衫,十分大胆的跳坐桌案,磕不易撑,懒散的摇起阵阵相风,无,让我想想,是精彩绝艳的张公子,还是美名远洋的李公子, 亦或是,忠厚老实的王公子,那可太多了,你管我,都说,新任户部尚书简行之为人温雅有理,德才兼备,圣人之姿,就连我慧眼石珠的娘亲,当朝的太妇夫人,也看走了眼,对这位准女婿满意的很,只有我爹说,自见到简行之的第一面起,就觉得这小子,没安好心,巧了,我也这么觉得,因为简行之私底下什么样, 只有我见过,后来,我娘揪着我爹的胡子,把他拽回卧房,关门打了一顿,我爹才急不服气的应下了圣上的赐婚,就这样,我和我爹,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团柔面衫吹起的香风,直直送进了简行之怀里,简行之抬起眼皮,有黑的毛子静若深渊,大婚之日,你要休我,怕他火气上来,我特地给他扇了两扇子,毫不掩饰心底的幸灾乐, 简公子,看开一些,失去一个我,有千千万万长风楼的姑娘等着您呢,废话少说,收下他,咱们一拍两伞,各自安好,不,我笑容将在脸上,你说什么,他双手交叠,支在岸上,隔着桌子俯视着我,圣旨难为,不论是李公子,张公子还是王公子,都不成了, 你,只,能,驾,我,我迷了迷眼,冷着脸跳下桌子,修书上白纸黑字,天王老子来也管不了,简行之像是被我提醒到,眉风一挑,无,修书,他垂下眉眼,拾起落在桌面上轻飘飘的修书,揉成一团,一扔,修书就在我的目光里,滑出一道优美的线条, 啪哒,落进门口的火盆里去,他好整以霞地反问,哪来的修书,熊熊大火瞬间吞噬了纸团,我急得跳脚,简行之,你怎么敢,是啊,我怎么把娇儿的修书给扔了,简行之懊恼一笑,失误,你,我的团绒面衫狠狠朝他扔过去,被简行之轻飘飘接住,捏在手里把玩,好的很,我俩的愁,今天就结下了,我提起裙板, 转身就走,简行之在后面,不紧不慢,笑容可拘,来都来了,不败个堂,我回过头,恶狠狠道,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其实,我与简行之的开始,并不是这样的,那时我在自归中,偶有一日进宫探访皇后,在御花园中遇见了他,加之长辈有心撮合,一来二去便也熟人,在我娘和皇后的一例撮合下,简行之成了我的未婚妇, 她温和之理,静退有度,我没什么不喜欢的,只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实在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还记得那是个凉爽的午后,刚刚下过雨,前一日简行之造访情妇,不慎将伞落下,次日,我被母亲催着上门还伞,刚进门,就撞见了他和另一个男人见不得人的勾当,年翁, 当朝北将刺史,因战事吃紧,发了不少财,实在是个死一万次都不足惜的玩意儿,战事用人,圣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朝中一步伐与年翁交好之人,可我万没想到,与年翁私交甚密的,竟是简行之,缠声私叫,简行之站在雨后的梧桐树下,面带微笑,与年翁相谈甚欢, 我抱着伞,踩断了一节枯枝,引起了简行之注意,他起先抬头,眼神犀利,暗藏杀鸡,待看清是我,才恢复到温和儒雅的一面,我吓得手一松,伞砸落脚面,顺着斜面低坡度滚下,裹满泥泞,直到他夺不到我面前,低头问,你都看见了,我浑身发抖,整个脑海被背叛充斥,被恐惧摧残,进而失了理智,简行之, 私相受受,结党隐私,我爹一生轻正连结,绝不与心术不正的人为伍,可我万万没想到,让我心动的,沉迷的,日思夜想的人,竟是一只居心叵测的狼,简行之带着一贯的笑容,毫无被人拆穿的自觉,你不说出去,我便不是,好一出掩耳盗铃,我后退一步,被他轻而易举捉住,宽厚有力的手缠住我的腰肢,扣紧, 想逃去哪里,我像只张牙舞爪的小兽,对他撕叫,要杀要寡都随你,我情交才不是贪生怕死之徒,次来一声,他的手探进我的中医,撕下绣着荷花花的衣角,捏在手里,他恶劣的勾起唇角, 娇儿,我不会杀你,但望你能谨言慎行,今天的事情传出去,你知道后果,我气得不行,踮起脚去抢,简行之高高举起碎片,鹅黄色的荷花迎风招展,你给我,我整个人攀在他身上,下一瞬,他扣住我后脑勺,强行锁稳,他不顾我的锤打, 紧紧钳挤着我的腰,大手抚摸我光洁滑腻的锦子,慢条丝里地欣赏和摩缩,直到尝够了,他才松开,一丝鲜血染上了他的唇角,被轻轻舔去,他有了我的思误,便是十足的法柄捏在手里,我给了他一脚,仓皇逃走,回家后,将一切和盘拖出,爹当即大怒,要进攻秉明圣上,让我二人婚事作罢,可谁知,简行之算准了时间, 登门拜访,透过书房的窗户,他看见了我,修长的手指划过薄唇,点了点,似乎在提醒他犯下的恶行,亦是在警告我,不要徒惹是非,也不知道他给我爹灌了什么迷魂汤,当夜,我爹来劝我,他一脸愁云,叼着烟带一管子一管子的抽,娇娇,人为才死,鸟为食王,天下男子,大抵如此,其实,你嫁给他,我气得站起来, 你就不怕女儿跟着他,掉了脑袋,他吐出一口烟圈,磕了磕烟带,放眼整个离朝,简行之是难得的青年才俊,爹想赌一把,赢了,我的娇儿能过得更好,输了,他已经写好了修书,你们两个恩断一绝,倒也不会连累你,这笔买卖,稳赚不赔, 我难以置信的看着他,在你心里,我的婚事竟是一笔买卖,他自知失言,呛了一口,打哈哈道,趁我发怒前,我爹一口咬定自己烟叶子没了,仓皇逃窜,我苦思冥想一晚上,计较之时,起来,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封修书,简府的正堂装扮的分外热闹, 我目不斜视,一路畅通无阻的跑到大门口,却被一辆装满物件的马车拦停,刘叔,你怎么在这,刘叔是晴府的车夫,他勾搂着身子,对我笑咪咪道,今日小姐出嫁,老爷特地命老奴,将您的一一物件送来简府,对了,这些东西,是夫人亲自收拾的,送个修书的功夫,我就被他们夫妇联手赶出来了,我如遭累积,眼前一黑, 身子晃了晃,被人从后面接住,刘叔,大喜之日,进来喝杯喜酒再走,简行之温润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刘叔笑得跟花儿一样,还助我和简行之百年好合,简府的下人搬着行李鱼冠而入,简行之故作轻易地俯下身子,在我耳边道,娇儿姑娘,府中扫踏以待,别让人在门前看了笑话,及时未至,宾客开始登门, 我和简行之揭穿长服站在门前,他们像没看见似的,闭着眼说吉祥话,简行之温声音着,我被他点了哑学,揽在怀里,听人巧声在简行之耳边道,助简大人,简行之大言不惭道,成您急言,我忧愿地瞪着他,简行之仿若未觉,待人全部入府,才牵着我去了偏房,桌案上的大红昏服火热刺眼, 你自己穿,还是我替你穿,我气疯了,恨不得拿一把剪刀将昏服剪碎,寻遍屋内,都找不出一把成熟的锐气,简行之坐在桌子边,已经换好了明艳的红色昏服,他生的俊郎,如今更添一丝邪魅妖也,你一时不换好,便叫他们等一时,等到明日上朝, 圣上亲自过问,我只好告假了,威胁,我双眸带火,指着自己喉咙,对着他呲牙咧嘴,简行之一愣,回过未来,笑道,还要委屈你一会儿,待拜过堂,我自会解开你的雅学,他说完起身,大步走出门去,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几个钟后,我打开门,夜晚风凉爽一人,顺着门扑面吹来,吹起我发尖的金凤差, 零零作响,简行之背对着我,听见动静,转过身来的那一刻将在那儿,一双沉沉眸子落在我的脸上,凝固一般,他手掌抬起,在离我脸颊最近的地方,突然停住,拉过红盖头踢我盖上,走吧,他倒是一点都不顾着我,我像个盲人,四处乱抓,情急之下,踢了简行之一脚,他顿了好一会儿,十分恶劣的笑出声,抱歉,忘了 你看不见,先前已有喜婆告知了大体流程,简行之双心过失得早,简单败了天地,我被拉着往外走,突然,风吹起了盖头的一角,我的目光突然顿住,年翁,他怎么在这里,年翁对上我的目光,有黑的脸上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对着我遥遥举杯, 这老货,还敢示威,简行之的胸膛挡住了视野,他凑近我,娇儿,早点回去等我,我晃了晃头,想绕过他去看年翁,却被挡得严严实实的,最后,我几乎是五花大绑,被人拖进了洞房,刚坐下,我一把摘了盖头,小梅,简行之果然和年翁勾搭上了, 我写封信,你给我爹送过去,丫鬟小梅喜滋滋的扑过来,小姐小姐,这里真宽敞,小梅自己还有一间呢,他发电视的拽着我,全然听不尽我的话,顺着他目光看去,差点没气晕,屋中大红色鸳鸯洗平整无痕,花生红枣洒满了床榻,简行之想干什么,想洞房,小梅欣喜的一会摸摸被褥,一会看看雕花小姐, 一副小财迷的样子,我的怒气终于抵达了顶峰,小梅,哎,把东西扔出去,我澄清你澄清,我睡还是你睡,小梅缩缩脖子,当然是小姐睡,那就照我说的做,家具从屋中撤走,很快,崭新的洗房变得空空荡荡,说话都有回音,小梅坐在光秃秃的床板上,傻了眼,简府的管家简叔,笑眯眯的从外面走进来,夫人, 她的话将在喉咙里,错愕的看着小梅,声音变了调,东西呢?小梅丧气的垂着小脑袋,扔了,刚才还勾搂着身子的简叔,她出院门后,猛然挺直腰杆奔向正堂,跑得比年轻人还快,在我的威逼力右下,小梅胖嘟嘟的身子从踏上滚下,像只小安纯金似的倒腾着小腿,很快变成个脱油瓶,挂在了简叔腿上, 洞房,想得美,我倒要看看,简行之什么时候,撕下她那张伪扇的面孔,露出獠牙,我关上门,坐在廊下,静后简行之吃完酒回房,月上中天,人烟俱散,高挑的人影自暗处走来,月色照在她冷白的皮肤上,温和清冷,一身红色,却不显为何,她看见我很是意外, 也只是一瞬间,又恢复了古锦吴波的姿态,怎么在外面,我定了定神,站起来,笑容满面,行之哥哥受累,她身上带着淡淡酒气,颇为诧异的挑眉,如此盛情,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哪里,是娇儿不懂事,丢你一人应付满堂宾客,我主动还着她的腰,侧耳贴在她胸口,听着她沉稳有力的心跳,温顺道,娇儿知错了, 你真的知错,她声音低雅,呵,才怪,仰起头,她眼中燃起的细醋火苗,被我记收眼底,我顺手攀上她的脖梗,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笑道,行之哥哥,娇儿冷得很,快快进屋吧,简行之呼吸一顿,一瞬间的静默后,她突然俯身,一只手臂横过我的腿窝,将我拦腰抱起,夫人盛情,简某却知不公了, 直到推开了门,简行之的脚步顿住,抱着我,立在门口,门里早已空空荡荡,唯一能看的,大概也就是一方黑色的小姐和光秃秃,只剩床板的床,我心中的快乐达到了顶峰,哈哈哈哈,行之哥哥,因为兴奋,声音一扬顿挫,像个唱大戏的,简行之微微迷起,嘴角仍挂着温和的笑意,轻声道, 我很想知道,是哪个小贼,搬空了我的喜房,我一边笑,一边同仇敌开道,大昏之夜,简行之面带微笑,垂眼看我,我满目带笑,与她对视,她突然进屋,用脚踢上了门,大步进屋,将我撂在光秃秃的木板床上,俯身欲吻,我抬起一根食指,轻轻压在她的薄唇上,简大人,沉住气,今夜我睡在小梅那边,你, 不如去花楼找别人去,简行之宽了衣袍,轻身上来,脸部红气不喘道,我醉了,走不动了,床给你,我走,我一拱身,从她的胳膊下钻出去,不料被她中途捞去,重重撞进怀里,良好的休养第一次在她无赖行径前破功,我重气十足的怒吼道,疼啊,简行之似乎在忍笑,疼就疼,你小点声,别让人误会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生龙活虎,精力旺盛呢,说完直接掀开了我松散的衣巾,炽热的手捏在我腰之上,撞哪儿了,我犹在挣扎,你放开,叫声夫君我就放,你还要不要脸,她不听我反驳,将我翻了个盖,抱在自己怀里,我实实在在累了一天,让我睡会儿行不行,不行,你想睡谁睡谁,反正不能睡我,简行之突然不说话了, 回头怒视,只见她神情古怪,意识到自己理解错了,顿时浑身热血翻涌,冲上头顶,烫得我耳朵发麻,简行之哼笑几声,闭上了眼,娇儿,你想法太荒唐,她敢寒称我,我挣扎一番,她纹丝不动,最后累了,我消停下来,仰着头,挑毛病道,床板太硬,她笑了一声, 这可怪不得我,话是这么说,她仍旧把我往自己身上搓了搓,叫我枕着她睡,能不能把被褥拿回来,我有些后悔,乖,将就一下吧,大半夜的,后半夜,半梦半醒间,听到有人正在耳边说话,简行之的声音响起,嘘,刚睡着,小声一些,那人压低了声音,断断续续听不真切,简行之说,计划如旧,很久之后, 简行之略带冰冷的声音才响起来,无碍,她交给我,我太困了,听得一知半解,很快就陷入了梦境,次日,人去踏空,我躺着琢磨了一会儿,总觉得自己忘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想多了又开始犯困,索性不再去想,起床时,发现腰上青了一块,还真像那么回事,我自幼不喜欢服输,坐起来清醒了一会儿,又对简行之宣战了, 我亲自下厨,炖了一盅乌鸡汤,端去了简行之书房,门前挂了块黑扁,里面陈设古朴,早先,我不止一次造访此地,如今换了个身份,仍旧畅通无阻,我提着裙摆,轻轻跨过门槛,屋内,简叔正伺候在侧,看见我,眉开眼笑道,夫人来了,简叔早, 在简行之有黑暗沉的目光里,我笑眯眯将汤中放在桌子上,他置了笔,略显慵懒的身子往后一样,嘴角挂着浅淡的微笑,目光在我的唇上群循,你怎么来了? 我抿了抿唇,轻声道,夫君几日来操劳甚多,娇儿不胜感激,这中乌鸡汤特地用上好的紫砂锅包了五个时辰,夫君趁热喝,简行之万条四里地站起,将写好的文书递给简叔,走到我身前,居高临下的看着我,难得娇儿一番心意,不偿反倒是我不领情了,我用食指勾起汤中盖子,污媚瞬间香气四溢,就连简叔都不由的吸了 嘻鼻子,夸赞道,夫人好手艺,我微微汗手,咬出一勺清亮的汤盛进碗里,递到简行之面前,夫君请用,他唇边挂着儒雅的笑意,娇儿,既是乌鸡汤,为何不见乌鸡呢?我眉眼带笑,当然是因为,汤水入味啊,我可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搜罗来一整包陈年老姜粉,撒进汤里,肉怎么有味道呢? 简行之有黑的毛子灼灼望着我,我将碗递到他眼皮下,行之哥哥,不喝吗?不知是不是错觉,我这样换他时,他总是对我格外纵容,也格外宠幸,他了然一笑,抬手接过,靠近唇边,在我期盼的目光里,一饮而尽,我笑如莲花,行之哥哥,天知道我里面撒了足量的姜粉, 偷偷尝了一小口,就呛得眼泪连连,看他放下碗,我急忙问道,滋味如何? 简行之却像个没事人,转了转空碗,似笑非笑地盯着我的唇,道,滋味不错,我一头雾水,不该这个反应啊,不信邪弟拿起小勺,咬了一口汤喝下去,辛辣顺着喉管向胃里烧灼,我肺腑着火一般,差点把肺管子嗨出来,简行之是没有味觉吗? 如此美味佳肴,夫人不尝尝,就可惜了,在我惊恐的目光里,简行之不紧不慢地重新将碗满上,递给我,不怀好意道,姜儿,夫妻之间,有福同享,我捂着嘴,不必了,她嗡了一声,好整以侠地问旁人,简叔,不如你来尝尝夫人的手艺,简叔白发苍苍,慈祥地勾搂着身子走过来,哎哟,老奴谢过夫人了,我双手 摆住简行之身向简叔的魔爪,不行,简行之不解地反问,为何不行?我左思右想,咬牙切齿道,乌鸡汤是专门给夫君熬的,简叔的那份,还在灶上,简行之无所谓地掰开我的手,简叔事物繁忙,等不得那一碗,该死的,她分明吃准了我人美心善,眼看汤碗递到了简叔鼻子底下, 我一把夺过,趁她没反应过来前仰头灌下去,下一刻,我的整个脑子都被姜粉塞满,简叔一脸宠溺地看着我俩打情骂俏,悄悄地出去,还替我们俩眼上了门,简行之将碗递到我面前,不慌不忙地在桌子旁坐下来,姜儿,慢慢喝,若是喝不完,我不介意让府中的下人,都来尝尝,简行之声音温和, 仿佛在说天大的好事,无耻,我的咒骂即将脱口时,简行之眉微微一挑,对咒身后道,啊,简叔,当,第二碗下肚,火辣的枝叶流粘在火管上,我仿佛吞了一口灼烫的烈火,枪得自己T4横流,简行之唇角含笑,支起下河,徐徐开口,继续,我磨了磨牙,流着泪,恶狠狠地灌下了第三碗, 然后拿帕子捂住了嘴,压住简行之替我盛汤的手,等等,简行之一副诧异模样,怎么,鸡汤不好喝,我刚呕一声,是不是因为,娇儿不小心撒多了姜粉,简行之不紧不慢地扣着桌面,心情极好,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简行之语气平和,乖乖认错,我像是被人踩了痛处, 倔强道,我没错,我对你不好,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我,是想让我厌弃你,我愈怒道,简行之,你还不明白吗,你跟我,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这辈子,他突然站起身,迷了迷眼,娇儿,话不要说太满,不到最后,你怎么知道呢,我脾气也上来了,语气犀利,简大人,即便我爹娘认可你,并不代表我就要听从, 愚昧无知地接受一个与我信念相左的男人,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妇人远离朝堂这句话,就像君子远跑出一样荒诞可笑,若你只想要那种躲在笼子里,这你摆弄的金丝雀,那便领取高明吧,他突然攥住我的手腕,语气冰冷,娇儿,在我看来,为之全貌变下定论,大错特错,我语气生硬,我没有错,错的是你,简行之似乎被我气着了, 雨掉轻轻扬起,我,天色擦黑,我拖着疲惫的身子,从简行之处离开,刚回到院子里,小梅圆滚滚的小身子,便朝我飞扑而来,小姐,您终于回来了,咦,眼睛怎么红红的,嘴巴也肿了,我关上门,趴在被子里一言不发,简行之这个衣冠禽兽,不仅逼着我认错, 还强迫我伺候他喝汤,整只乌鸡丢给我,必须亲手去骨,四成鸡丝未尽他嘴里,他说道,姜儿,我并不推崇富人远朝堂这种陈词烂调,甚至,我从来没有要求你服侍我,今夜我要求你做的事,你的张公子,王公子,李公子亦会要求,且会变本加厉,你知道你最大的错处在哪吗? 他手指绕着我的发丝打圈,见我不说话,才卖悠悠道,你低估了我对你的容忍度,一将你的名声架在火上烤,新婚三日,不欢而散,流言如刀,会伤人,即使你不介意,也要腾上一腾,可是我跟你在一起,根本不快乐,简行之幽深的眸子静静看我,扪心自问,真的是这样吗? 我躲在被子里,像打了败仗的小狗,留了几颗珍贵的泪珠子,昏昏睡去,我又梦见了简行之,他端着一碗乌鸡汤,要我张嘴,我想逃,却被他轻而易举捉住,又哄道,咽下去便不难受了,那东西没有想象中的辛辣,带着一股清凉甘甜,瞬息抚平了鸡具在肺腑的燥热,次日睁眼,窗外春风袭袭,说话声顺着敞开的窗扇悠 我寻到窗边,一瞧,小梅端着脸大的碗蹲在廊下,于简伏小丫头闲话家常,小梅,你喝的什么呀?甜汤,好喝吗?小梅憨憨的回答道,姑爷赏的,当然好喝,公子为何赏你? 小梅摇头晃脑,当然是我替姑爷保守了秘密,我一手拖着腮,已在窗帘旁,笑道,哦,你替姑爷保守了什么秘密? 就是她昨夜来看过小姐她的话戛然而止,圆润的身子僵成石头,低着头嘟囔,就是不回头,一定是小梅没睡好,听差了 说完,她像别人抢食似的,端着一大碗甜汤一饮而尽,我冷笑道,小梅,过来,她这才像只犯了错的安纯似的挪腾到窗边 小姐,你醒了?小梅像在甜汤里打过果似的,浑身都是甜味儿,我嗅了嗅,忽然记起昨夜梦里乌鸡汤的味道,问,简行之昨夜来这儿做什么? 小梅缩了缩脖子,为小姐喝东西,随后想了想,又补了一句,可好喝辣,小梅也有呢,我笑着,是吗?不如和你一起打包卖掉,让小姐也赚点银子花花 小梅婴儿肥的脸像吃了苦瓜似的皱成一团,小姐,小梅藏了好多甜汤,姑爷说一天只能给您一碗,小梅不听话了,小梅都给你,谁稀罕她的东西 我请教什么好东西没见过,怎会贪图一口吃的? 后来,小梅红着眼眶,眼巴巴望着喝空的碗,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我悄悄嘱咐小梅去寻方子,得到了简行之的答复,想学,亲自来求我,做梦呢? 两人冷战,就站到了归宁之日,这天,我特地起了大早,以便小梅笨手笨脚的给我输她并不拿手的富人计 简府大门前早已停了辆马车,简叔正指挥下人往车中搬运旅品 见我出来,简叔笑道,夫人,这些东西都是要运去秦家的 我一愣,上次和她不欢而散,她怎会陪我归宁 车帘被人从里面挑开,露出简行之一张俊逸温雅的脸 上来,不过是几步路,还能累死我不成 我擒胶,就是腿断了,爬过去,也绝不坐简行之的车 我脸刃毅力,车中拥挤,娇儿便不与简大人挤了 梁府相去不远,走过去便是,突然,身后传来简行之惋惜的声音 今日小厨做了甜汤,我猜想夫人未用早膳,便带了一钟过来 眼下大约是不用了,她的话在我掀开门帘的瞬间戛然而止 简行之似乎料到了我的反应,嘴角缓缓勾起,拍拍身侧 那,委屈你挤一下,我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甜汤的诱惑 踩着马灯上车,进门时,我不小心踩到了裙摆 失去平衡,扑通跌进简行之怀里 我趴在她肩头,竹叶儿相萦绕鼻息 就听简行之无奈叹气,甜汤就这样好喝 也值得为此跟我怄气,连路都顾不得看了 我本能想远离她,藤弟起身,没站稳 再次跌坐在她身上,满头朱钗传动 一撞,好不容易挽起的发迹,随着头饰的掉落骤然松散 青丝奔泻而下,将我和简行之笼罩在一起 鼻息交融,这种奇妙又古怪的感觉 真是糟糕透顶,我当即红了脸,先发致人道 不许看我,也不许和我讲话 简行之不紧不听,反而将我拉得更紧 手指插进我的发尖,指腹柔膜 声音低沉如家酿醉人,娇儿好美 她挑起我一缕发丝,吻上去 我抽出发丝,简大人的甜言蜜语 都是长风楼学来的吧 毕竟京中的公子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长风楼 尤其那绝代五级碧春儿姑娘,更是勾走了不少人的魂 简行之再朝为官,需要应酬,自然是去过的 虽是去过,却不曾真正碰过姑娘 碧春儿姑娘当真如传言般生的美艳动人 简行之点头,自然,我冷哼一声,不说话了 简行之戳了戳我,我偏过身子去 好一会儿,她忍着笑,你可真是将我架死了 若我说你比她好看,你定会埋怨我花言巧语 若说你不如她,怕是你要将我错骨扬灰了 简行之笑出声来,以往听同僚说起家中夫人 总言女人生气莫名其妙 如今简某亲自体会一番,方明白此种滋味甚好 你哪只眼看见我生气了,两只眼都看见了 娇儿,你喜欢我,为什么不敢承认 马车一个急杀,将我还没出口的话堵在了嘴里 对上简行之期盼的目光 我转移话题,简行之轻笑一声 没有计较我顾左右而言她 我给你碗,我知道,我会轻一点 日上三竿,我和简行之到了情府 从一侧绕出去,就看见爹娘领着一众下人站在门外 瞧手以盼,打了照面,揭露出欣喜的笑容 下人盲成一团,将简行之带来的大包小包提进府里 我像雏鸟归巢,小跑着扑进娘怀里 娘抱住我,笑道 娇儿几日不见,竟比以前精神了 可见姑爷带你极好 母亲身边的陈姑姑也笑着道 看小姐的样子,就知道姑爷宠着呢 她哪里宠我,欺负我还来不及呢 声音大了一些,惹得简行之望过来 对我笑了笑,爹爹顺着目光看过来 轻嗨一声,冷着脸邀请简行之入府 我则随着母亲去了后院 刚坐下,就忙着告状,直指腰,又直指喉咙 偏油加醋将简行之描述成了十恶不赦的坏蛋 我的腰,你看看,轻了 母亲轻嗨一声,嘘,我的嗓子,哑了 姑姑老脸一红,不要打断我 我绕了个圈,母亲笑着拉我过去 死死捂住我的嘴 姑爷来了啊,快进来坐 一回头,门口站了个人 长身玉丽,端得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 简行之看我的目光里 似乎含着少许鱿鱼和兴致盎然 娇儿孩子心性,叫岳母为难了 母亲死死摁住我的嘴,微笑道 那就劳烦姑爷,多多管教 简行之来领我去用膳 结果一顿饭吃得没滋没味 席间姑姑和丫鬟们古怪爷鱼的目光 来回在我和简行之身上拉扯 我趴放下筷子,没好气道 我出去走走,临出门前 简行之还叫住我,问用不用他跟着 父亲轻嗨一声,不着痕迹的提醒一番 简行之才察觉自己失礼 含笑端起茶抿了一口,不说话了 盛夏时节,矮墙上爬满了绿藤 我在凉亭吃饱喝足,竟真有些困倦 撑着头打瞌睡时,断断续续的对话声 就飘进了耳朵里 卧房找过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隔着墙壁清晰传来,是简行之 瞌睡虫瞬间消失 我惊愕的瞪大双眼 没有,时间不多 找不到便下次,总有来的时候 简行之冷静的声音 隔着一堵墙清晰飘进我的耳朵里 简行之声音突然冷下来 没有万一,你怎么变得如此优柔寡断 秦家不过是个跳板 功成名就后,十个秦家小姐都取得 你何必贪恋一个 我捂着嘴蹲在墙脚下 浑身像过了一道冰水 听简行之无比冷淡的问道 一个,难道不行吗? 好的很 简行之 你是猪油蒙了心 那人与简行之不欢而散 我在凉亭里坐了很久 直到茶水变凉 府中不少人来寻我 我才回过神来 被人拥促到前堂 爹娘都在 他们见我进来 伸手 娇儿 时辰不早了 跟姑爷早点回吧 我看了简行之一眼 转而闷不作声地抱住母亲 道 娘 我想你了 今晚不回去了 母亲拍着我的背 哪有刚出嫁就住回娘家的 我心里闷得慌 干脆蹲在地上 肚子疼 走不动了 简行之走过来 伸手接我 我带你去医堂 啪 一声脆响 我打在简行之的手背上 很快 他的手上出现一个巴掌翼 娇儿 你干什么 娘惊呼一声 我仰起头 静静与简行之对视 别碰我 简行之眼中闪过一丝错愕 之后 似乎明白了什么 收回手 对着爹娘攻身一礼 缓缓道 行之有要失在身 改日再来接娇儿回家 无论爹娘几次三番挽留 他都执意告辞 人刚走 我的笑容就挂不住了 爹 简行之在行家找一样东西 爹爹蹿弄着手里的佛珠 站起身 微笑着 气定神贤 是吗 我去会会他 娘掰住了爹的手腕 你弹就弹 先把刀放下 至于我爹怎么跟简行之谈的 我一概不知 躺在出价前的规格里 我开了一扇小窗 外面微凉的风吹散了些许暑气 我蜷缩着 裹紧被子 心里发闷 熬到后半夜 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听到窗外雷声大作 小梅过来推我 说简行之在外面 我翻了个身 含糊道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她站哪都没用 次日晨 小梅伺候我梳洗的时候 低着小脑袋一言不发 直到我推开窗子 看见湿答答的青石砖 才皱眉 问道 昨夜下雨了 小梅闪烁其词 我点点头 神情奄奄 小梅在我身边徘徊 终于忍不住 小姐 昨夜下雨 公子在外面站了好久 天明才走呢 我猛的扭头 你怎么没告诉我 小梅丧着脸 颇不服气的跟我顶嘴 小梅哪里没说 您自己原话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她站哪都没用 我心烦意乱 奄奄道 放你一日假 出去玩吧 后来有人来传话 小姐 老夜与姑爷谈过了 让您回去 谈什么了 那人说 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 总之 姑爷没有对不起小姐 昨夜姑爷在外面淋了雨 脸色欠佳 今晨告别老爷 就回柬埔去了 我气得一脚踹在桌子上 我嫁个人过日子 跟我眼皮影戏呢 说不清楚说不清楚 你们说不清楚 我亲自去问 一出门 跟小梅撞个正着 她梨花带雨的哭成一团 小姐 我一听就上头了 脑中乱作一团 怎么回事 昨夜淋了雨 回去高烧不退 她不让惊动小姐 眼下捡腐盲成一锅粥 连御医都请来了 我当时心火窜起 掐着手里的活计 边走边问 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说 哪个头昏了 要瞒着我 小梅低头小跑 是 是姑爷亲自下的命令 若是小病 怎会惊动御医 下雨了她 不好好找地方躲着 脑子坏了 我急匆匆奔到 捡府卧房时 有不少下人正忙着进出 捡书急得满头是汗 看见我像看到了救星 夫人 公子轰过去前 一直念叨您 可他之前也不让老奴通病 简书 何必跟这种没良心的人多费唇舌 一个黑衣男子站在门口 挡住了我的去路 他说了 不见你 我迷起眼 对他实在端不起友善的语气 让开 不让 我深吸一口气 突然抬起手上来不及放下的绣花剪刀 指着他 一边抖一边喊 你让不让 我手上没个轻重 你再挡 别怪我不客气 那人死死盯着我 后来被简书匆忙拽开 我冲进房里 看到简行之面无血色的躺在那儿 突然停住了脚步 有个端热水的小丝步履匆匆 撞得我一个亮呛 剪刀当当掉在地上 差点扎进脚里 来来往往的人在我眼中结成了虚影 我魂不守舍的走到床边 抿着唇 握住了他的手 很冷 一点温度都没有 像个死人 他怎么样了 我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生怕惊扰了他 夫人 简大人就伤未愈 受了风寒 并来如山倒 情势恐怕不好 我抬起头 盯着御医 语气平静 什么叫恐怕不好 御医迟疑一番 最坏 便熬不过去 我脑海轰的一声 一片空白 他还有什么旧伤 我喃喃 咬着唇 克制自己冷静 刀伤 泪下三寸 足以致命 听御医的说法 似乎是在大婚前半个月瘦的 简刑之有太多秘密 解不开 摸不透 我闭了闭眼 哑声道 我知道了 劳您费心 之后便说不下去了 不敢 老夫定会竭尽全力 潜散了屋里的人 就听屋外那人嚷嚷 看见了吧 就是没心没肺 人都快死了 一滴泪没掉 承爷 你小声点 承爷应该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简刑之还非他不娶呢 真该让他瞧瞧自己娶的女人什么德行 巴不得他死掉呢 我红着眼 像头发疯的牛犊子 边冲边嚷嚷 你给我闭嘴 不许提死这个字 你在说话 我把你嘴扯烂 小梅抱着我 小姐 小姐 姑爷要紧 剪刀被我当一生 一脚踢出门去 小梅没见过我发如此大的脾气 当即吓得哭出声来 我腿一软 喘着粗气盘坐床边 狠狠抹了把眼 是 我不生气 屋里的人都被吓跑了 只有我哭坐床边 与他食指相扣 他双唇紧闭 眼眸清河 睡着了似的 目光落在我手腕的叮当灼上 这是简刑之第一次来情府的时候 送给我的见面里 他说小姑娘活泼一些 才招人稀罕 简刑之手腕上有一块疤 是他第二次来情府 替我摘核桃的时候 被树枝划伤了手 那日他流了不少血 还笑着跟我说 别害怕 只肩上一排崭新的牙院 是为我积私的时候 被不服气的我咬伤的 他只是摸了摸我的牙 笑着说 怎么比小狗的牙还要尖 我跟他斗 怎么是恨他呢 只是气他罢了 我低着头 终于流下一滴眼泪来 对不起 我不该把你关在外面 简刑之烧了一夜 无论药还是水 都灌不进去 到后来 都是我含着 一口一口 将令人作呕的汤药 镀进他的嘴里 到了天明 御医又来了 仔细枕脉后 叛息着摇了摇头 简大人喝不下去多少东西 这样挺不了太长时间的 我听不得挺这个字 魂不守舍的吩咐简叔 端一刚来 我给他灌下去 夫人 您一宿都没些了 去睡一觉吧 我摇摇头 最终无人劝我 我端着满满一碗 捏住了他的下巴 简刑之 你要是心疼我 就张张嘴 简刑之依旧躺着 不见动静 我鼻子一酸 含住一口 继续重复 昨晚做过无数次的动作 从开始的难为情 到现在习以为常 似乎没什么能阻挡我的脚步 一轮明月下去 新的一轮明月爬上来 简刑之发了汗 烧终于退了 那一刻 我一软 像被抽干了力气 瘫在床边 傻坐着 过了一会儿 嘴一咧 开始嚎啕大哭 我的反应把所有人吓坏了 成爷站在门口 见了鬼似的 这人反应推慢 人活了才哭 不知道的以为哭丧呢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抱着简刑之的胳膊 抽抽搭搭对成爷道 你 你闭嘴 再 再说话 我跟你拼命 最后 他们便也如着我去了 一天一宿提心吊胆后 我爬到简刑之的床边 抱着他 一挨着床 便昏了过去 再一睁眼 便感知有人看着我 简刑之早醒了 目光满是柔情 他摸了摸我的头 嗓音还沙哑着 娇儿 喂那么多水 你想灌死我吗 继而用拇指擦了擦我的嘴唇 看 我嬉嬉鼻子 猛的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下来 他伸手来摸我 我像只榨了毛的猫 打开他 几乎歇斯底里的哭喊着 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 我再也不过了 手腕末地被人一转 跌进一个人怀里 娇儿 我大病未遇 你舍得扔下我 我两眼肿成了何套人 是你咎由自取 下雨天你站外头 有本事下冰雹 你也站外头 简刑之闷哼一声 捂着胸口缓缓倒下 虚弱地笑着 娇儿 是我错了 你走吧 我吩咐他们 不要将此事告诉你 是我欲下不言 让秦小姐为难了 你叫谁秦小姐 简刑之一顿 为难道那不然叫什么 我怕叫别的 你不肯 我当着他的面 眼泪怎么都忍不住 又觉得丢人 端起药丸往旁边一塞 喝药还堵不住你的嘴 简刑之说 我躺着 不方便 我放下药 拿了软枕 半拖半拽 要将他扶起来 他咳嗽一声 我还有刀伤 疼得很 我放弃了动作 这下能喝了吧 简刑之接过 放在唇边 尝了一口 便皱起眉头 凉了 我让他们热热 简刑之拉住我 目光灼灼 太烫 我没了脾气 你到底想怎么样 他盯住了我的唇 毫不掩饰心中的渴望 你来替我问药 我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扭头避开他的目光道 你想的美 嗯 是很美 我拼命压下自己的脾气 说服自己 不要同一个病人计较 娇儿 他暴毙已在床头 点了点自己的嘴唇 该喝药了 我咬咬牙 熟练的含尽苦涩的药汁 任命的凑上去 触碰到他柔软的唇瓣 不同于他昏迷之时 简刑之这次主动张口 反客为主 用行动告诉我 他是个鲜活的 有生气的人 直到药汁刮劲 他还迟迟不愿松口 简单的味药 渐渐变了味道 简刑之低头动情的吻着我 大手同时划进我的手心 夺下药碗放到一边 俯身将我压下 我的发丝散乱 泪眼盈盈 气息紊乱 简刑之用轻的 不能再轻的声音 对我说 娇儿 辛苦了 简刑之用食指抵住我的嘴 我的娇儿 长一点苦头就够了 最终 我还是头重脚轻 郁郁呼呼的爬到简刑之里 侧去躺下 他眉宇松弛 温和的拍了拍我的脑袋 睡吧 一切有我 可是我睡得并不安稳 偶尔半梦半醒 还听见自己喊简刑之的名字 最后 一身冷汗惊醒 发现简刑之正抱着我 合着毛子 睡在一旁 突然间 心就静下来 他一脸眷色 带着大病之后的惨白 嘴唇干裂 毫无血色 我不知不觉伸出手 附在他唇半上 感受粗糙的肝纹在指腹划过 下一刻 简刑之墨地张口 将我指尖寒入口中 如湿的舌尖轻轻扫过皮肤 我颤了颤 发现他眼神惺忪 只是本能的想甜甜嘴唇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我和他都愣住了 他的正松渐渐被亲民取代 毛子里闪过错愕 这种极少出现在他身上的情绪 我耳根灼烫 想赶紧抽回手 被他中途截住 娇儿 你干什么 他声音还带着刚睡醒的音哑 分外撩人 这下难解释了 我想摸摸你 还能更流氓一点吗 简刑之事实缓解了我的尴尬 我饿了 我起床 收拾一番 穿上落在床边的袖鞋 你要走 墨地对上他紧张的眼神 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是啊 你不是饿了 我去厨房给你找吃的 知会了吓人 我回房换了件能看的衣裳 刚披上外衫 就听有人来报 说简刑之不肯吃东西 我顿时无比头痛 怒气冲冲地回到简刑之的病榻旁 你到底想怎么样 简刑之无辜地伸出手 我手脏 没人伺候我洗手 我气得跺脚 简刑之 这是在你府里 你不会说 怎么弄得跟我欺负你似的 简刑之不说话了 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看他这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我心里开始七上八下 我任命地走到水盆边 拧干了帕子 回去给简刑之擦手 他的手很大 温暖又干净 我用滚烫的帕子包住 捂了捂 洁白卷布冒着热气 慢慢驱散了简刑之手上的寒凉 他笑着说道 我一觉醒来 他们都说 我与你抗力情深 情色和明 我恶恶一生 简刑之眼睛几乎黏在我身上 我一个人走了太久 饭自己吃 并自己熬 其实没那么容易死 你别怕 他分明是故意说出来 招人心疼的 即便这样想 我心中仍是陡生酸涩 那一刻 我承认心软了 可心软 不代表我会犯糊涂 你到秦家找什么去了 他捏了捏额脚 有些疲惫 很久之后 才道 娇儿 有些事 我想瞒你一辈子 我沉着脸 你想瞒着 咱俩今天就掰了 各回各家 简刑之激动的呛了一口 不代喘云就说 夺敌之争愈发激烈 岳父是太子老师 圣上不得不防 我接近秦家 只想查些消息 我挑挑眉 所以最初 平凡造访简府 并不是为了我 的确不是 后来为什么又想娶了 简刑之迟疑一番 问道 你可记得有一回花朝节 你和你表姐上街 差点被人掳走 是啊 话戛然而止 因为期间发生了一件难堪的事 那人的手 抬头 对上简刑之满含歉意的眼神 抱歉 是我 我愣住了 花朝节后 简刑之突然跟我热络起来 偶尔来情府 还会挑出半天跟我下棋 可这根本不是看上了我 而是心怀愧疚 他替我顺气 我发誓 那次并非有意轻薄 可有不少人看见 你怕我嫁不出去 我拍开他在我胸口作祟的手 我像嫁不出去的人吗 人家张公子 王公子 吕公子都想娶我呢 简刑之被我逗笑了 可张公子娶了十八房美妾 王公子是长风楼贵客 李公子是个顽固 任你选破头 也选不出个好的来 你打一开始 就不是诚心的 是 简刑之说道 一来 我需要接近秦家 二来 我对你心存愧疚 我闷闷道 你可真诚实 可是我后来喜欢你了 哦 先婚后爱 老掉牙 其实更早一点 简刑之像是想到了什么好玩的事 嘴角都勾起来了 我第一次去捡府的时候 你和小梅 趴在墙头偷看我 一眼万年 不 没那么老套 简刑之摇头 你对我笑的时候 简刑之你做个人吧 我捂着他的嘴 那是我表姐送我的翡翠牙贴 说带着贵气 贵气是没瞧出来 就是绿的还会发光 我将这脸 你别告诉我 你看上了我的翡翠牙 简刑之笑咪咪道 所以看到那对叮当啄 第一个就想到了你 绿油油的 很配 我难以置信 你不是因为我活泼 灵动 惹人喜爱送我的这个 我随口一说 你别当真 谁能知道简刑之喜好独特 我全身上下都是优点 他偏偏瞧上了表姐给我的翡翠牙 我缩着身子靠在简刑之腿边 有些无力 你归宁那日 也是在为圣上寻找我爹结党银丝的证据 是 简刑之把我往床上勾了勾 你先别跑 此时我已经回禀圣上 岳父为人正直 并无私心 将来朝中动荡 秦家便可以独善其身 剩下的事我不能说 你也不可以问 简刑之忽然严肃起来 最好 统统忘掉 我心中隐约有了猜测 既然无伤大雅 日子过得下去 我吃饱了撑的袍根问底 生病的简刑之难得安静下来 以往 他总喜欢随意捉弄我 如今 便是我说什么 他干什么 简刑之有了个新的喜好 听我念书 明明闭着眼都能把书中所写一字不落背出来 偏要我张嘴 有时候 一念就是一天 其间成爷来过几次 没给我好脸色 每每从屋里出来 都会盯着我 颇为嫌弃的摇摇头 似乎简刑之娶了我 是一件很倒霉的事 某一夜 我终于爆发了 对着还躺着床上的简刑之发了脾气 他到底什么意思 我很差劲吗 彼时简刑之刚沐浴完 细细搓着头发 闻眼脸上闪过诧异之色 继而忍笑道 娇儿是天下最好的女子 是她有眼无珠 但我因此庆幸 假若天底下如我这般慧眼石珠的人比比皆是 我图谋之事 又要多上一件 他这么说了 我火都没处撒 又不容易消下去 只好懊恼的端坐窗前 闷闷不乐 他轻笑一声 过来 别去想你的几位公子了 想想我 一回头 发现他摆了酒上来 我当即喝止 谁许你喝酒了 简刑之失笑 我已痊愈 今夜略被薄酒 全当是为了答谢夫人不弃之恩 我再三确认 他饮酒是得了太医首啃 才答应和他对坐小酌 一壶热酒上桌 配着冰镇厚的甜汤 鼻息间香气四溢 简刑之笑道 知道你贪凉 此酒温和 记得喝了再睡 席上还备了几个下酒菜 我捏起筷子 加了块排骨 小口啃着 简刑之蒸了酒 也不动筷子 一注香过去 盯着我面前的两块骨头陷入了沉思 我被他盯得实在吃不下去了 吐出骨头 擦了擦嘴 你不饿吗 简刑之一脸慈祥 乖 我怕一口下去 抢了你吃的 我卖悠悠咽下去 不明所以的望着他 他叹了一声 直指杯中半温的梅子酒 凉了就不好喝了 简刑之的东西自然是极好 就连后镜极小的梅子酒 也酿出一股回味无限的甘醇 许事近来心情不错 酒过三旬 我凑到简刑之面前去 道 简大人 我头皮发紧 您替我松一松吧 简刑之扇手在我眼前晃了晃 娇儿 这是己 我拍开他的手 捂着额头 我眼睛没坏掉 是头发 简大人 娇儿 你叫我替你拆头发 可明白其中含义 晚发为君 散发亦为君 上次意外 叫他在马车里占了便宜 今夜 却是我想主动叫他占便宜 我醉得厉害 做都做不稳 只含了热酒似的 勉强吐出几句话 简大人 你手艺不错 简刑之笑道 原来是瞧上我的手艺了 便宜都叫你占了 我咯咯笑着 抢死夺理 明明是你占我便宜 罢了 你醉成这样 我便不跟你计较了 他的手搭在我并肩 抚摸了一番 娇儿 记住 是你求我的 说完金钗 自发肩流利的抽走 满头青丝奔泻而下 盖住了我的身子 我脑袋一歪 枕在了简刑之搭在桌上的手掌 简大人 我晓得 他的酒和我的不一样 他无奈的摇头 你个小醉鬼 光会学别人家要酒喝 我撑在简刑之的大腿上 靠近他 迷着眼 学谁了 你还见过别的女子 简刑之一正 雅然失笑 这醋吃的莫名其妙 我心中一脑 夺过简刑之旁边的酒壶 仰头灌下去 都说酒壮耸人胆 我今日一定要让简刑之知道我的厉害 简刑之惊魂未定的夺下酒壶 小东西 我眼神迷离的看着他 哪里知道自己喝下的可是后价极大的烈酒 不出一盏茶的功夫 遍天旋地转 就连眼前那人我都不认识了 我扶着他的肩膀 摇摇缓缓站起身来 身子一软 跌在他怀中 软塌塌的枕着他 公子 你娶了我吧 娇儿忘了 我们已经成亲了 我捂着脑袋 想了好一会儿 才磕磕笑道 我记起来了 不是跟你 那是跟谁 我眼神恍惚 神情严肃 简刑之 一只手缓缓抚摸着我的背部 那人笑了 笑声格外好听 是啊 简刑之 他又问 娇儿 你喜不喜欢我 你是谁 寂静 半晌 他任命道 你喜不喜欢简刑之 我沮丧道 要你一句真心话太难 非得灌醉了才认 我嘟嘟囔囔 连自己说了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他又问 他病了你心不心疼 说完 我抱住眼前的人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被我逗笑了 还嫁不嫁别人 我罕见的呆愣了一会儿 听那人磨牙道 你还想上了 他凑到我耳边 轻轻咬住耳朵 你若是跟着别人跑了 会被静珠笼 我虽然反应迟钝 可静珠笼是什么意思 我还是明白的 我挣扎着推开他 那人笑出声来 好伴上 我咽了口唾沫 说 我渴 嗯 我拧着眉 喊行之哥哥 就给你水喝 我抱着那人的腰 软绵绵的喊了声 之后 便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被一声鸟鸣惊醒 清晨的光打在我的脸上 我舒舒服服伸了个懒腰 一回头 撞在一副躯体上 剪行之穿着中衣 还在熟睡 我仿佛被垫了一下 摸到床边 快要穿上袖鞋的时候 突然有只大手将我拦腰拉回床榻上去 剪行之困顿道 娇儿 你昨夜闹腾了半宿 可害苦了我 我动了动脑袋 见他实在没有松开我的意思 问道 我昨天晚上怎么折腾你了 剪行之慢悠悠道 亲了 摸了 抱了 把我架在那儿 自己吐得一塌糊涂 哦对了 你还说 喜欢我 我脑海一片空白 谁喜欢你 剪行之无奈地睁开眼睛 你 你喜欢我 我从被窝里抽出手 摸上了剪行之的额头 你在白日做梦吧 剪行之降不过我 说我是天下第一大赖皮 过了惠儿又说他最近公务繁忙 不能天天陪着我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 我抱着剪行之给我的一箱零食 目送他离家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仰着脖子 眼巴巴地问他 剪行之笑着道 不久很快 想了想 补充道 三日 得到他的答复 我心满意足地抱着零食 慢悠悠回去了 转日 我的表姐阮叔同登门造访 如果说 我自幼学的是诗词歌赋 他便是自小混在刀枪棍棒里 一心向武也就算了 天生的一副好样貌 回会上街遭人调戏 他脾气火爆 逢色狼就打 一来二去 成了经理谁都不敢惹的女魔头 他有一个爱好写三诗 最著名的两句 是 我如长毛君若顿 毛顿一家不可分和罪卧杀场君呼啸 当年 可是气死了不少夫子 后来他爹娘身觉不妙 将他送入秦家 有我爹亲自叫道 我躺在美人踏上等他 就看迎面扑过来一个红衣球装的靓丽女子 朗声大笑 娇娇儿 成亲不叫我 推不后到了 我拍拍美人踏 懒洋洋道 进来躺 阮叔同也不跟我客气 往旁边一挤 轻轻热热的抱着我 听说 你家夫君挺惯着你的 我耳根发热 简形之对我的确挺好 至少没跟我红过脸 可是 我提起张公子 王公子 李公子的时候 他一点也不生气 两人热络一番 我转了个身 吞吞吐吐的进入正题 阮叔同弥着眼 皆查道 我耳根更红了 他夫君 待他极好 却从不吃醋 你知道为什么吗 阮叔同饶有欣慰的打量着我 当然是因为 他不喜欢你 呃 你密友啊 我当即垮下脸 那怎么办 说起来 阮叔同不拘腻小杰 向来喜欢肆意而为 在某些事情上 他的确知道的比我多 阮叔同一脸神秘道 我给你个好东西 说完 手里被人塞进来一个光洁圆润的小瓷瓶 阮叔同神秘的眨眨眼 你爹娘不还等着抱外孙吗 我好不容易向江湖郎中求得 很灵验 我知道是什么药了 面红耳赤的慌忙推剧 我学不来阮叔同的敞亮 此药用在减刑之身上 我只觉得无地自容 怎么了 都成婚这么久了 害什么骚啊 他拿胳膊对对我 突然想到什么 不是吧 我捂住他的嘴 嘴硬道 你瞎说什么 阮叔同正开我的手 笑得灿烂 也不戳破我 把这个撒在他的汤羹里 保准而叫你一年爆俩 我感觉头上都冒出了热气 忽然意识到什么 怎么是我 你归中密友 小药瓶就摆在桌子上 我起先觉得烫眼 因为上面纸缝上写了三个字 大补完 后来与阮叔同说了些别的 便也忘了 月上柳梢 吓人来柄 说减刑之今晚回府 心不知怎么的雀跃起来 我撑着下巴 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到了晚上 可惜外头的帮子 咚咚敲过三声 外面还不见动静 过了惠儿 又说减刑之临时被人叫去了户部 今晚大概回不来了 我被欢喜长满的心 顿时空落落的 夜间闷热 我打开窗扇 坐在美人踏边 有一搭没一搭的用脚踢着小姐 吩咐小梅给我背水沐浴 啊 不等公子了吗 小梅惊讶 我哼了一声 谁爱等谁等 让厨房顿意中鸽子汤围着 告诉她以后都不必回来了 小梅缩了缩脖子 伺候我泡进浴汤里 便陶也似的抓鸽子去了 水面的花瓣而飘啊飘 时而聚拢 时而分散 我盯着花瓣湿了神 眼前又浮现出减刑之的脸 我挫败的捂住脸 太没出息了 怎么跟粘酸吃醋的妇人一样 可本来就是她的错啊 我盯着生疼的雾气 暗自嘟弄 不来就不来 何必答应我 谁稀罕是的 我自己一个人也很好 小梅陪我说话就够了 到最后声音越来越低 我深深埋进水里 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水气蒸腾间 我突然睁开眼 站起身 像个木偶一样待在原地 盯着逐渐染红的洗澡水 小梅 我也不知道她是在抓鸽子 还是顿鸽子 只是徒劳的挣扎 只因前几日 小梅将我要用的东西 全部拿去翻晒了 屋中并没有什么东西 能解救我于水火 我手足无措的站在原地 听见门被人推开 像看到了救星 惊喜的转身 话卡在嗓子里 简行之似乎没料到她一推门 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 于是 人直接将在了门口 我的脸在猛然爆红 捂住脸喝道 你 你 你 不许看不许看 喊到一半 突然意识到无脸没用 便去捂身子 手一拿下来 就看见简行之已经掩上了门 转过身 神色从容的向我走来 身上沾了水 有些冷 水利隐约有血腥气传来 一件袍子突然劈在肩头 下一刻 我整个人都被简行之打横抱起来 水字浸湿了简行之的前巾 袖子 他将我放到床上 拿被子一裹 你从来不计日子 我羞愤道 姑娘家的事你少管 我蹭了他一身 血迹在他雪白的袍子上 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简行之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娇儿 我是你夫君 被我撞见不丢人 我可没承认 我都看见了 怎么办 我咬着唇 小脸长红 那你忘掉 简行之笑出声来 好娇儿 你在难为我 我一头扑在被子里 哼记道 那可怎么办 我不干净了 简行之戳戳我 笑道 好了好了 我去叫小梅进来 我都忘掉 好不好 我疏然拽住她的衣角 盯着她烟红的袍子 道 不许这样出去 简行之 摊摊手 娇儿 你就让我这么待着 小姐 您刚才喊奴婢了 小梅的声音突然从外头传进来 我如临大敌 突然扑过去 快 拖下来 拖下来 简行之张开双手 笑着任我为所欲为 娇儿 这是何故 我拔下了简行之的外衣 团成一团塞进被褥底下 我可不想将来有人对着我指指点点 说就是她 把血弄到了夫君的衣服上 小梅推门进来 看见简行之一身雪白中衣 末发浅披 然后又看看我裹了团被子 捂得炎炎湿湿的 嘴角忍不住弯起 一双大眼睛眨呀眨的 我轻嗨一声 对着她招招手 示意她覆耳过来 一阵唧唧咕咕 简行之就在一旁笑着看我 小梅捂嘴 瞪大了眼 见鬼似的看了看简行之 用被子一包 护着我去了屏风后 忙活了好一阵儿 终于换好衣裳 临走前 小梅探头探脑道 小姐 您吩咐的专门为公子炖的鸽子汤好了 要不要端进来 可 我和简行之同时开口 她扭头看着我 挑挑梅 到底是姜儿一番心意 端进来吧 小梅头上还粘着几片鸽子毛 兴高采烈的将鸽子汤端到 旅我们最近的小桌子上 生怕打搅了我 飞快的跑出去 简行之照就扔掉勺子 端起来大口喝掉 我皱皱眉 你没吃饭吗 她置下汤中 挑起备好的帕子 慢调丝里的擦了手 本想跟你一起 可惜临时被叫去了户部 便没顾得上 她心满意足的摸摸我的头 有姜儿念着我 好的很 我垂着脑袋 心想给你炖鸽子汤 也不是出于这个目的 她把我想的太好了 我想跟她坦白 一抬头却瞧见她脸色不太对 我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 她骤然靠近我 呼吸温暖而滚烫 抚摸着我的脸 低沉道 你掺东西了 我诧异的瞪大了眼睛 什么东西 她神情似在隐忍 额头渐渐被汗水浸湿 一把将我扣住 脸色阴沉 娇儿 我生平头一次遇见这种状况 顿时想到阮书彤给我的药 扭头看桌子上空空如也 我的大补丸不见了 小梅这蠢东西 定然将要当作什么好东西 撒进了汤里 我咽了咽唾沫 怯生生的不敢与简行之对视 低着头小心翼翼道 简大人 也许 可能 简行之听完的我话 脸色更加阴沉 往日良好的修养 已然抛到九霄云外去 咬牙切齿道 姜儿 你是怪我没有好好疼你 我惊恐的摇摇头 什么乱七八糟的药 你也敢放在手里 你想圆防 直接与我说便是 我六神无主 集中生至道 他将我死死拉过去 用滚烫的身子压住我 秦姜 你还有什么事不敢做不敢说的 我这几日来 百般隐忍 就怕吓到你 你还真以为我六根清静 无欲无求 我心想 此事因我而起 把心一横 简大人 我就在这儿 任你处置 简行之被我气笑了 你身上来着 我还能怎么处置 那 那怎么办 凉拌 我被他吼了一声 乖乖锁在被子里 不敢讲话 简行之 似乎意识到凶我了 神色缓和下来 连人带被子揽过去 我出去一趟 你先睡 热腾腾的温度透过了被子 很快 门从外面关上 我睡不着 心儿怦怦乱跳 整个人蒙进被子下 裹成了一条毛毛虫 这个时机不对 我猛的捂住嘴 该死的 想到哪里去了 很久之后 简行之回来了 我露出两只眼睛 见他发烧湿润 水珠还挂在他敞开的领口 闪烁着晶莹珠光 简行之像个没事人一样 将我往里一推 自己躺在外侧 闭上了眼睛 我动动脑袋 好一会儿才平复了心跳 简大人 你冷不冷 简行之闭着眼 哼道 冷 冷点好 可床上只有一床被子 我纠结了很久 才掀开一个小脚 潦草的搭在简行之的胸膛上 小脚与简行之伟岸的身躯比起来 简直小得可怜 简行之突然握住了我的手 睁开眼 不满的看着我 娇儿 我不碰你 并不默认你可以为所欲为 我扭动着手腕 我分明是怕你动着 简行之另一只手 突然拽住被子一脚 一扯 我滚进他的怀里 肌肤相贴 心跳声清晰可闻 被子盖在我俩身上 冰冷的温度冻得我一个哆嗦 还有诗吗 他问 简行之的身上带着沐浴之后的灶脚清香 很快就暖和起来 甚至比我自己待着更暖和 天亮时 我睁开眼 发现自己正趴在简行之身上 脑袋凑在他颈子下 两只胳膊紧紧还着他的腰 我动了动脖子 发出了熟悉的咔嚓声 简行之在我痛苦的喊声中醒来 目光轻松 恢复如常 坐起来 伸手扣住我的脖子 落枕了 我起床气还未消 眼下忧愿的嘟囔起来 都是你 第一次腰扭了 简行之被我逗笑了 娇儿 你像个小怨妇一样嘟闹什么呢 我突然想起还有个师妹问她 我跪起来 两条腿一边一个 跨坐在她身上 两手交叠 套上她脖子 凑近问道 你说 肋下的伤到底怎么弄的 简行之挑挑眉 娇儿 你这样问 犯人可不会老老实实的说 我疑惑到 那怎样才肯 简行之想了想 一双黑毛泛出奇异的光彩 原形逼供 我蒙了一会儿 突然像开了窍一样 在她溺死人的目光中 拆下床头的飘带 将简行之双手都捆起来 甚至打了个死结 两手推着她手腕 往头上一压 轻而易举将她扑倒 跨坐在她腹部 恶狠狠道 犯人简行之 从十招来 简行之被我逗笑了 笑声温吞如陈年佳酿 我脑道 不许笑 我是官 你是球 我问什么 你就打什么 好 简行之末发散在枕头上 衣衫宽解 露出大片白皙的胸膛 一片晨光恰好 落在她凸起的锁骨上 光滑细腻 她只是懒懒散散的看着我 我的心脏便狂跳不止 我扭了扭身子 以便靠近她一些 简行之原本懒散的神情突然一将 皱起了眉 我紧张起来 磨尽一些 几乎与她脸贴脸 是不是弄疼你了 简行之额头渗出细腻的汗珠 白皙的面孔染上一层淡粉 她咬牙笑着 娇儿的言行 当真天下无双 可我什么都没做呀 是不是绳子太紧了 还是我压到你伤口了 我做事下滑 想要起身 头顶的细绳应声而断 原本被束缚在头顶的大手 忽然掐住我的腰支 紧接着传来简行之有些混乱的呼吸 连说话的语表也是压抑的 别动了 简行之眸色黑沉沉的 盯住我的唇 喉结一滚 额头的汗更多了 娇儿 问我 现在你问什么 我都招 她声音低雅 眼底含着细促的火苗 烧得我一抖 忽然明白过来 我于一片混乱的思绪里 终于捋出了最想问的问题 你是不是很难受 要命 简行之低吼一声 翻身将我死死压在柔软的被褥里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问的 以后吃了苦头 可别哭鼻子 我惊恶的瞪大了眼 你怎么弄开的 她低头凑上来 张开嘴 不轻不重地在我手指上一咬 带着十足的调戏 随后牵住我的手 帮帮我 成吗 我书弟将住 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 昨晚我为了迁就你 可没少受累 大早上的 简行之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扒开了我的寝衣 低着头 靠在我颈握处 叹息道 忍个一天一宿 真要废了 一直到赏雾 外面有人来叫 我才两眼失神地从床上坐起来 简行之一副燕足模样 搓了搓我唇上卷球 一条的皮 端了茶水来 润润 我眼神缓慢地移到简行之俊逸的脸上 脑袋喷一声刻进他怀里 我累 我困 我不想走 简行之心情好了 自然答应得畅快 好 咱们不去了 就在这儿吃 不知不觉 屋中已经布满了我和简行之相处的痕迹 桌面上放着半碗茶水 美人踏的暗头叠放着我藕合色的贴身对和小挂 一柄丝绸做面滴圆衫盖在衣服上 一旁是简行之的外衣 随意的搭着靠背 袖子与我的衣物交织在一起 风一吹 吹起袖子 撞伞了小衣 装书前散落了两根我最喜欢的珠钗 一支是他买来送给我的 一支是我带来的 还有我最喜欢的书 我腾抄的诗句 落在枕边 是简行之睡前翻开 还未读完 便压在了那里 我最喜欢的山茶花 端端正正摆在窗边 散发出悠然清香 突然间 我觉得心情极好 下了床 神清气爽地溜达一圈 打开了简行之昨夜带回来的包袱 一愣 里面有一套简行之换洗的衣物 还有一件 小队 喂 简行之紧张的声音 突然自身后传来 娇儿 别碰 我扭头 手还维持着简衣物的姿势 总不能让他这么放着呀 许是上次你匆忙出门 带错了 简行之脸上划过一丝不自然 走过来将我拽离了美人踏 自己站到我的身前 挡住视线 我来 你去歇一会儿 我怪异的看着他 你真把我当浇花了 收个衣服都要管 说实话 我有点生气 我情浇再这么下去 真与一头会吃会睡的小猪无异了 我绕开简行之 弯腰 简行之突然捞住我 攒紧手腕 娇儿 不对劲 简行之不对劲 我认真扬起脸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简行之脸色变得十分难堪 低声哄道 先松开 乖 咱们不碰 我与他僵持不动 谁都不肯退让 难道 这衣裳不是我的 这个想法一出现 我的心都凉了 语气激动 简行之 你是不是趁我不在的时候 找了别的女人 你怕我瞧出端倪 我心中越发笃定 简行之做了坏事 简行之闭了闭眼 一把将我揉进怀里 任命的叹息一声 娇儿 是你的 只是 脏 别脏到你的手 我挣扎着 你骗人 小眉勤快得很 当日的衣物当日就洗 你编排他 当心他跟你急眼 简行之凑到我耳边 语速急迫 娇儿 我一静 生怕自己听错了 你生我气了 没有 那为何要弄脏我的衣服 简行之发出了 懊恼无比的叹息 我想你 可你不在 别再问了 这跟你想我有什么 我突然住了嘴 想到他昨晚对我做的事 衣服仿佛突然窜起了火苗 指尖被烫着了一般 猛的松开 缩回手 我就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火山 从头红到脚 简行之握住我的指甲 我们去洗手 好不好 让你受惊了 东西我连看都不敢看 低着头乖乖被简行之拉着 静手 他足足给我洗了三遍 言语间满是歉意 我一定是疯了 要么就是简行之疯了 不然怎么和他同处一世 我就觉得炙热难熬 最后 简行之突然站起来 将我的衣物团成一团 我去去就来 一瞬间 我脸爆红 他一走 我端起桌上的茶水 咕嘟咕嘟喝了个干净 不知不觉 成婚半个月 我渐渐习惯了简行之温吞腹黑的性格 有时候小梅都笑我 说只要简行之回复 我的眼睛就粘在他身上 这日夜间 我裹在被子里 穿上了最喜欢的一套礼衣 大胆低压在了简行之身上 揽着他脖子 蹭蹭 行之哥哥 喜欢吗 简行之忍者笑意 刮了刮我脸颊 娇儿穿什么 我都喜欢 他最近忙得很 已经两日没回来了 我端起早已准备好的小茶 味道他嘴边 简行之抿着唇 躲开 轻易的躲过茶中放在旁边 翻身压住我 里面又放东西了 我高兴的呃了一声 他气笑了 你倒一点都不忌讳 简行之最终也没喝下去 最后 熬战到深夜 把我吓哭了一回 昏过去一回 我也没成想 原房竟是个体力活 最后简行之说可 我强撑着最后一丝神智 从床上爬起来 将小茶掀翻在地 之后 简行之食髓之味 再无顾及 暑气渐消 秋风起 在一个凉爽的清晨 我趴在简行之身上 吐得昏天黑地 即便早有心理准备 可当大夫枕脉之后 一脸喜色恭贺之时 我还是愣住了 简行之替我顺气的手指打仗 枕经多负了一倍 自己都没察觉 直到送走了大夫 他紧紧拥住我 我也紧紧抱着他 简行之 消息传到情府 娘亲特地去了一趟佛寺 求了平安符来给我挂上 结果我转日出门 就遇见了年翁 他提着一篮鸡蛋 大约四十岁 风度翩翩站在门口 简夫人 刚想来看你 就撞上了 我警惕的后退一步 知道简行之一个时辰前就出了府 他卡着时间过来 根本就是冲我来的 简夫人不请我去府里做作 我拿扇子挡住日头 我家夫君不在府上 我正要去户部寻他 要不 改日 年翁是个脸皮厚的 一起一起 正好 我有时同简大人商议 我不想和他同乘一辆车 索性迈着两条腿走过去 年翁跟在旁边 从怀里掏出一个圆润的玉镯 北江盛产玉料 我特意为夫人买的 戴上试试 的确 这镯子橙色极佳 远远盖过了简行之送我的叮当镯 可什么叫夫人 谁夫人 这可是十足的调戏了 年翁想挖简行之的墙角 一把年纪 不害臊 我抬起手腕 晃了晃 对着年翁笑道 年大人 我戴镯子 就为了听个响儿 你这东西 太过沉闷 不太适合我 年翁一愣 笑容可居 夫人活泼 甚招人喜欢 我若有这么一位夫人 必然得宠着 我心中冷笑一声 你没夫人 家财万贯 尚未娶妻 那我给大人介绍一位 年翁飘飘眉 眼神色迷迷在我身上群寻 伸手既要来搭我的小手 夫人请说 我摇摇一指 避开 年翁便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成东 前家寡妇 生得貌美如花 可就是心比天高 立志嫁个有钱人家 正对年大人的胃口 年翁脸色一沉 你给我介绍寡妇 我冷笑道 寡妇怎么了 不偷不抢 总比你盯着有夫之妇强 年翁脸色转阴 眼神英智 伸手就要来抓我 我突然拔高了声调 哎呀 户部到了 年大人 咱们快快进去吧 其实还有一个拐角 我提着裙子 领着小梅 身子灵活的小跑过去 真是巧了 简行之正要进门 我急急一患 夫君 他脚步一顿 猛的扭过头来 眼中先是惊喜 既然皱起眉 你怎么跑出来了 待他见到年翁 脸色一寒 等不得我自己上台阶去 干脆转身走下来 一拉 将我护在怀里 但笑着对后面道 什么风把年大人吹来了 年翁也是个硬脾气 美若的香风 呸 没文化 我目露凶光 想扭头瞪他 简行之的手 先一步扣住我的脑袋 只听了他胸腔振动 年大人 我夫人可不是谁都能碰的 当心看多了 要命 简行之对我一向温和随性 我何时见过他这般锋芒毕露的模样 当下也害怕了 拉拉他的袖子 小声道 我来接你回家 他语气一顿 缓下脸色 那你跟我进去等会儿 正巧买了你喜欢吃的小点 叫你提前尝个鲜 也未尝不可 他说完冷冷看了年翁一眼 年大人 今日不巧 本官公务在身 改日再约 年翁一位深长的盯着他 简大人可不要忘记你我的约定 带进了户部的门 我正开简行之的手 一脸纠结 什么约定 你是不是把我抵给他了 简行之回头 像是听了什么天书 表情一空 你哪来这些奇怪的想法 我咽了口吞没 惊魂未定 他勾搭我 我决定坦白从宽 不是我不守负道 他上来就想送我镯子 还是个好东西 赠光瓦亮 价格不菲 说完 还意犹未尽的笔画 简行之一愣 神情古怪 那么 你有没有答应 差一点 我拉着脸 你这辈子没送过我那样好看的镯子 简行之听完低笑 这么说我夫人差点因为一个镯子跟着别人跑了 我点头 简行之抱着我笑得厉害 可是叫我家娇儿受委屈了 其实是有的 不过你胖了点 这会儿估计带不上了 我胖了 他笑道 肚儿滚圆的 可不就胖了 我跳起来掐他 胖了也不许说 简行之被我闹得乐不可知 最后歪腰抱着我 在众目睽睽下进了户部 我知道 这是他在变相帝宣誓主权 男人奇怪的好胜心 真是琢磨不透 年翁登门 我察觉到朝中的风向变了 近来乖绝了很多 几乎是足不出户 生怕像上次一样 一出门就碰见不该碰的人 这一日 简行之一反常态 在书房与人异事 我顿了补品 领着小梅去了 简行之的书房一向冷情 所以看见成爷靠窗坐着 我愣了一愣 他自然也看见了我 阴阳怪气的一笑 随即转过头去 屋里似乎还有一个人 正激昂陈词 我上了台阶 靠近房门 尚书大人 开春的时候闹了灾 当时咱们扣了一半赈灾银下来 河堤不稳 前几日又塌了 庄稼颗粒无收 圣上问起来 下官难辞其咎啊 那人语速飞快 明显处于焦躁之中 我推门的手疏地顿住了 整个人愣在原地 简行之淡淡的硬道 我记得 修筑材料是年翁弄来的 你该去找他 那人陪笑道 谁不知道 年大人与您 同气怜之 成爷痴笑一声 怕是你已找过年翁 人家把你撵出来 才把主意打到这儿来 那人吞吞吐吐道 下官愚钝 大难当前 乱了阵脚 若是圣上问起 下官怕口风不紧 你在威胁我 简行之轻笑一声 听说方夫人运气也不错 前不久刚怀了 你猜 他们两个 谁更倒霉 扑通一声 那人哀哀求饶道 尚书大人 祸不及妻儿 求您给我纸条明路吧 当时是年大人逼迫下官做的 如今 他弃之不顾 简行之不紧不慢道 你也知道祸不及妻儿 你做便是做了 动我简行之的夫人 才是该死 我只给你一条路 坦白从宽 拉年翁下马 兴许 你妻儿的命 能得以保全 我从来不知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简行之是这么护着我的 长久的沉默后 那人像被滚烫的黑炭烫烂了喉咙似的 发出一丝悲鸣 谢 尚书大人 随后 一阵踉跌的脚步声 门突然被人打开 一个枯瘦的中年男子容色憔悴 丢了魂式的走出来 与我打了个照面 他魂不守舍的望着我的脸 苦涩的向我攻落攻身子 我看向门里 简行之坐在桌案前 一脸冷色 成爷懒洋洋站起身来 挂着冷漠的笑意 你俩的是 小爷我可不掺和 他避开我 摆着方大人的肩头往外走 院子里安静下来 我跨进门 关门 将小梅挡在了外头 屋中熏香声疼 前几日我送来的绿螺还摆在暗头 葱翠欲滴 简行之在绿螺叶子后面 一动不动的看着我 一场冷静 我声音轻的不能再轻 简行之 你想干什么 攻势 什么攻势 要闹的喊打喊杀的地步 简行之闭了闭眼 冷色渐渐消退 可见刚才真的是被气喊了 姜儿 别动气 小心孩子 我捂着额头 扶住桌子 有气无力道 我不是生气 心口有点慌 简行之绕过桌子 接住我 这些是你别管 我深吸一口气 拽着他的钱筋 收尾了 对不对 年翁要完蛋了 对不对 他握住我的手 用力揉搓着 别害怕 你看 手都是凉的 我没有和他们勾结 我清清白白 别担心 自从上次得知他为圣上做事 我便觉得 他们在不一场大局 局中牵连甚多 稍有不慎 便会跌进去 化作鸡粉 我额头上出了不少冷汗 有些虚弱 会牵连到你吗 姜儿 你听我说 会 而且下场 可能并不如我一开始预想的好 任务出了岔子 我被人抓住了把柄 但是我有后手 你相信我 我能活下来 我一听 眼泪都下来了 擦了擦 我能做点什么 你尽管说 简行之第一次红了眼眶 去秦家 关起门来 什么都不要听 也不要问 他一遍遍在我耳边重复 姜儿 关心则乱 我不会让消息传到你的耳朵里 你只需要好好的 生下孩子 我哭着道 你怎么越说越像遗言 不提以后行吗 好 不提以后 他一边给我顺气一边说 我一早就跟岳父说好了 要秦家从这场争斗里抽身 咱们两家 至少要留一个 我简行之 孤身一人 不足为虑 只要秦家在 你就能衣食无忧 简行之 到最后 你还是没想过自己能活着出来 对不对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什么叫你一个人 百年之后 我的墓上是简行士 我的儿子女儿都姓简 你怎么叫孤身一人 简行之声音沙哑 姜儿 你听我说 也许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我回不来 我得保证你好好的活着 我赢面很大的 咱们两个不是生离死别 仅仅是分开一小惠儿 你一个人睡几个晚上 一个人吃几顿饭 很快我就会去秦府接你 我扑在他怀里 哭成一个泪人 他抱着我 从天明坐到天黑 最后 轻声道 姜儿 该走了 我吸了吸鼻子 捂着脸 我现在就走 咱们早点分开 就能早点见到 简行之挑起我的下巴 狠狠撕磨 直到很久之后 他才放开我 红着眼 去吧 离开时 行李装了三大车 简行之几乎把我生孩子要用的所有东西 都装进了箱子 临走时 我没敢看他 生怕一看 就不舍得走了 秦家一如往日平静 甚至 过于平静 软书童来访时 我正捏答答的缩在床边的小榻上 他在我旁边坐下 迟疑了一会儿 开口道 你和简行之到底怎么回事 孩子都怀上了 闹什么 对外 我和简行之都宣称 两人闹了矛盾 甚至 回到秦家 我才发现在他为我准备的临时底下 工工整整压着一封写好的修书 围的是 针到了朱九族的当口 拿修书保密 我眼泪扑速速掉下来 呈呈呈 打住 软书童用帕子摁在我的眼睛上 我就是随口一问 你别走心 我露出个笔窟还难看得笑 软书童 你活到这么大还没被人打死 真是个奇迹 他不以为意 拍拍胸脯 放心吧 就算没人养你 我泪眼婆娑 问道 你什么时候有相公了 快了 好事将近 软书童做贼式的盯着我 眨眨眼 我今天来 是想让你教我写诗 我知道 他哪里诗来学诗 分明怕我郁郁在家 想不开一了百了 你三诗都有一本了 还要写吗 他苦恼的抓抓头发 不是 写给男人的 不拘小杰的软书童突然红了脸 娇娇儿 你也知道 诗词科赋我一向拿不出手 这会只求你让我临时抱一抱佛脚 我搓了搓鼻子 情绪稳定了不少 问道 你看上谁了 与你无关 他敷衍的摆摆手 你看我写的行不行 我眼见他从怀里掏出的三封书信 牙齿酸起来 拆开一次看过 竟然短暂忘记了难过 软书童 你超诗的时候 能不能押韵一点 什么叫只愿军心似我心 为一宵的人憔悴 我捏了捏纸 还有这篇 得成笔目和此死 愿作鸳鸯不献仙 话是超对了 可通篇错字 最后拆开那封以后 我干脆乌叶一声 捂着额头 你不能不要再提你的矛盾了 也不准写情郎入账这样的粗鄙之语 软书童第一次被我骂了 没有还口 他焦急的挠挠头 不然 不然你替我写 帮人作弊这种事 有一就有二 尤其软书童告诉我 他那边颇见成效后 我便怎么都应不下心肠拒绝 等到深秋我肚子大起来 行动多有不便 卷行之到底没来接我 要不是软书童日日来陪我 早就崩溃了 软书童的情书 已经写了一百八十封 一封回信都没看到 近来 府中下人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带着怜悯 某一日 我腰痛腿软 咬着牙想去廊下走一走 听见了两个小丫头的对话 府里都瞒着小姐呢 可不敢叫她知道 我浑身血液都凝固了 将在原地 什么罪啊 怎么判的 贪污被 定了秋后问斩 这马上就秋后了 天越来越冷 快了吧 还得瞒好久呢 都瞒了一个多月了 不在乎这几天 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只知道 一个月前 我刚回府不久 简行之被下了狱 小姐 小梅倒腾着小短腿跑来 你怎么在这里 快回去吧 她的声音惊动了拐角的两个小丫头 他们看见我 顿时挥白了脸 哆嗦着跪在地上 不住磕头求饶 晚上的时候 我开始腹痛 一开始以为是饿的 用了点钟 仍不缓解 疼得满头是汗 府里请了大夫来 爹娘也来了 一个个围在我床边 看大夫枕脉 大夫说我优思过度 胎像不稳 叫我好生歇息 万不可伤心动怒 我捂着肚子 正正的握着娘亲的手 一个劲儿重复一句话 简行之下狱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 回答我的 只有满是无边沉默 很久之后 爹爹说 简行之一向与老年私交甚密 圣上要拿老年开刀 他受千蕾实属正常 可有一点未复十分奇怪 简家没被抄 证据不足 不像连坐 倒像是风口 娇儿 在网上 咱们都不敢想了 网上 便是圣上 唯独圣上 要他死 他不得不死 简行之说他有后手 说下场比预想的要惨一点 他也许早就料到了这一日 别慌 先稳住 我焦躁的啃着指甲 好一会儿 突然下床更衣 穿上绣鞋 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 开口问道 简行之的卷宗 现在何处 已移交大理寺 神里此案之人 乃大理寺卿 赵淮安 一并督查此案的 还有当朝载府陈玉 陈玉我并不了解 可赵淮安此人 威名赫赫 两袖清风 醉事刚正不窝 有他在 倒也不是毫无转环的余地 我不顾家人阻拦 连夜赶去了大理寺 沉重的鼓声穿破黑夜 我提着鼓锤 绿在瑟瑟冷风里 对着高耸的珠门扬声道 醉沉简行之之七情事 有约要深 深夜中 大理寺正堂内 围了一圈火把 我被带进来的时候 堂中还灯火通明的 赵淮安赵大人和陈玉 陈大人都在 两人气色都不怎么好 可见一脸熬了几速 赵淮安端坐堂中 一脸严肃道 秦氏 你有何冤屈要深 陈玉端着一盏热茶 垂着头 神色明暗不定 我应有身孕 免了贵礼 站在堂中 大任 简行之他 所犯何罪 赵淮安翻过卷宗 结党银丝 他莫君想 心中一沉 果然 没逃过 可有详细账策 赵淮安冷着脸 有 只是 账策上并无异常 既无异常 为何定了他秋后问斩 陈玉说话了 简夫人 你想问的 我和赵大人 早已复盘过许多回 很可惜 欲加之罪 非我二人能左右 一句话 辨定了我所有的猜测 圣上想让简行之死 赵淮安道 当时简行之奉圣上之命 接近年翁 搜集他贪漠的证据 可年翁太过狡诈 不肯轻易信任 他无法 只得亲自下去 浑水 前不久 他搜集完最后一份罪证 赶回京城清的路上 遭年翁暗杀 叫他们抓住了把柄 因为名单缺失 又拖了数月 最后 不得不亲自出面 指正同党 他是忠臣 却已暴露人前 不得不杀 腹中一阵脚痛 我攻下身子 陈玉 你搞什么呢 快点让人家坐下啊 屏风后 风风火火的跑出一个衣着简单的女子 一双信眼 生如雀蹄 陈玉的眼神 在看到她的一瞬间 便温柔了下来 她拖着一把椅子 当往旁边一摆 来 有啥事先坐下再说 您晚 过来 陈玉招手换她 我才知道 那是陈玉的夫人 陈夫人站在原地 全道没听见 您岂没问道 你们敢断定 简大人是清白的 没错 陈玉道 简行之有后手 可奸斩日突然提前 打得我们措手不及 这点 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料到的 此情此景 我怎能不慌 赵大人 我能否见她一面 赵怀安摇头 人已连夜压入天牢 非天子令 不得入内 干 陈夫人一拳捶在桌子上 将陈玉的茶碗震了个粉碎 气得当即就杀出门去 我去找太后 陈玉一言不发 掏出帕子默默给自己擦拭干净 我一惊 无措的望过去 无妨 陈玉抖抖湿掉的袍子 站起来 有时候 朝堂上无法斡旋之势 妇人之间 未必也是无路可走 当务之急 是尽可能拖延时间 以待转机 赵怀安冷静道 陈大人熟知夫人秉姓 基他入宫陈琴的方式 赵某不敢苟同 陈玉缓缓勾起嘴角 赵大人用三日时间 求福音公主入宫充当说客的方式 陈某也不敢苟同 先前我曾隐约听说陈玉的夫人与太后关系不错 福音公主更是太后的亲闺女 眼下两位都已入宫 我心中忽然腾起了希望 对着二人恭敬失礼 求二位大人通融 让我随陈夫人入宫 赵怀安对我道 简夫人 简行之曾托我给你带话 生死有命 无需为他奔波 其实 你继续待在秦家 亦可衣食无忧 安稳度日 实在不必为了他 以身涉险 陈玉也道 即便命保住了 简行之也不可能官复原职 一个庶民 你也愿意继续陪着 我握紧了双手 跟了他 怎样我都认 简行之想赌 我没道理归缩秦家 坐以待毙 陈玉笑起来 那便助简夫人 心想事成 这夜 太后破例准我入宫 偌大的宫殿 太后神情奄奄端坐在主位上 旁边给他捏腿的 正是陈夫人 另一位衣着滑贵的女子撑着头 脸色发冷 是福音公主 这次我没有顾忌 跪在地上 规规矩矩磕了个头 太后掀开眼皮 你就是简行之的夫人 回太后 正是 她吐了口浊气 简行之可真是好大的面子 值得你们三个深夜求到慈宁宫来 陈夫人一边敲腿 一边道 太后 咱们离朝繁荣昌盛 总不能寒了忠臣的心不适 福音公主翻了个白眼 母后 赵淮安想保她 放出来的了 日子是圣上定的 哀家可做不了主 做不了主 太后就不会把我赵敬宫来 我跪在地上 最父愿为太后安前马后 干脑涂地 在所不惜 太后的护甲漫不经心地抓脑耳锅 笑了笑 还真有一件事需要你做 我艰难叩头 太后尽管吩咐 当我看到方夫人时 诧异地睁大了眼睛 她月份看起来比我还大 小腹蓬龙如山 因非来横祸而面目憔悴 因运期奔波而两腿浮肿 她与我不同 是被人抓进攻的 囚禁在一个天方地宽的小院里 四周围一圈侍卫 扳倒年翁最关键的证据 握在她的手里 只有拿到证据 太后才肯帮我 我说过了 老方是清白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低着头 看都不看我一眼 仿佛这句话已经在心中念叨了千遍万遍 我拒绝了侍卫的保护 只身走进去 直到挡住她的光 她才抬起一张病态苍白的脸 两眼无神地望着我 你是谁 简行之的夫人 方夫人像听到了乌言慧语一般 急言力色道 简行之她不得好死 我勉强压住翻涌的气血 坐在一站开外 方夫人 我和你的心情一样 你想救方大人 我想救简行之 老方不会做坏事的 方夫人眼中流出一滴青泪 都是你们逼迫 我有过一瞬间的迟疑 我不知她说的是真是假 也许光线被侍卫的刀刃折射进来 我迷了迷眼 意图抬手去挡 目光擦过方夫人手腕时 突然看回去 死死定在她旺谷的椭圆玉镯上 贪欲 从来不是被人逼来的 我压着心中的狂喜 语气尽量保持平静 方夫人的玉镯 价格不菲吧 她突然警惕地捂住了手腕 你想说什么 夫人手上的品种是万里挑衣的稀罕物 我听说北疆的玉镯生意做得如火如荼 京城还没见过的珍品 北疆的姑娘们早早就戴上了 方夫人的脸色渐渐苍白 甘纹布满了她的唇 随着张合扯得更深 我旋起自己的手腕 敲了敲叮当拙 笑道 不知什么时候 我也能带上年大人送的好料子 咚 方夫人猛地起身 情急之下 踢倒了圆凳 本能护着肚子蹬蹬倒退两步 你住嘴 我没有勾结她 我微笑道 我何时说过你勾结年翁 她神色大变 手攥着腹部的衣裳 似乎要将她扯烂 我渐渐没了耐心 语速飞快 与年翁暗通款取 谋害亲夫 如今假人假意地坐在这儿 等什么 等方大人替年翁背了锅 你跟着年翁远走高飞 她被我说中了心事 浑身剧烈地颤抖着 我站起来 缓缓往后退了一步 打开了门 方夫人 别逼我踏出这道门 但凡我出去了 你和年翁的丑事 势必会被所有人知道 年翁绝不会放过你 到时候方大人死了 你呢 方夫人面孔渐渐猙獰 下一刻化作恶鬼 拼命扑向我 我杀了你 她尖锐的指甲停在我面前一寸 侍卫自两侧伸出手 反扭了方夫人的胳膊 不打算交出证据吗 我站在重重保护后 面无表情地低下头 方夫人 我现在也快要疯了 简刑之因为你们 待在狱中的每一刻 都让我离风魔更进一步 再问你一次 你选方大人还是年翁 我的血液在激荡 心脏下一刻就会从嘴里跳出来 方夫人低着头 沉默像一把刀刃 不断在我心上弯 我鬼使神差的张嘴 加了一把火 准备面对年翁无休止的追杀吧 你和肚子里的孩子 一个都保不住 别 方夫人的脸被慌张填满 徒劳地伸出手 想抓住我的裙摆 我选老方 我选老方 此情此景 只要没风 都会选方大人 我悄悄后退一步 护着小腹避开了她的手 给我证据 年翁死了 你才安全 当我捏着厚厚一打仗策 回到慈宁宫时 浑身被汗水湿透 太后正在对我说什么 我盯着她张和的嘴唇 一句都听不懂 和方夫人的对异 几乎耗费了我所有的脑子 最后 还是陈夫人跑下来 压着我的头 东磕在地上 说道 谢太后恩典 其实年翁之死已成定局 方夫人手中最后的证据 证实了当朝太子和年翁的勾结 太后不过想用最后一搏 将太子拉下来 一息之间 年翁被斩 太子被废 方大人和俭刑之都被罢了关 秦家因为早先出身 未受到波及 我爹依旧是太父 新的储君 会在他教过的皇子里重新挑选 减刑之出狱那天 下了雨 我踩着一地的枯叶 直到望见门口远远走出来一个穿着白色球服的人 突然间就拎着裙子跑起来 减刑之顾不得体面 一面赶来接我 一面立声喝止 你给我站住 枯叶沾了雨水 在脚底下打滑耳 我失了平衡 朝前头扑过去 减刑之一把接住我 急眼力色道 你是不是聋了 我听到他的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一边笑一边哭 减刑之一遍遍重复道 你伤着没 他们有没有打你 我拽着减刑之干干净净的球衣翻了个遍 激动得手都在颤抖 没有 减刑之捧着我的脸 满眼柔情 娇儿 怎么哭了 我不知道 减刑之 你别跟我说话 我听不懂 我抱着他 哭得很伤心 减刑之察觉不对 紧紧拥住我 问承爷 他怎么了 承爷不嫌不淡道 进了烫宫 把最后一份供词给套出来了 出来后 人就有点迟钝 接着承爷又道 别拿你杀人的眼神看我 我对付妇人可不在行 按照原计划 你多少得等到问斩那天 我才能把供词给你搞来 吓死你媳妇小爷可不负责 减刑之无暇和他掰扯 与我额头相抵 满眼心疼 娇儿 什么都不想了 我带你回家 我脊宿没睡 几乎刚沾到他 眼皮就开始打架 你们都是我的 我能抱得动 减刑之温温和和地说着话 抱着我上了马车 为什么不听话 减刑之搓了搓我湿润的脸 你傻了 生个傻孩子怎么办 我鼻头一酸 好不容易 憋好的眼泪又被他引出来 我只是没睡好 减刑之手忙脚乱 我逗你的 不是真的说你傻 我泪眼蒙 减刑之 你说话也笨笨的 减刑之笑了 亲亲我的脸 怕你听不懂 三日后 大理寺收到了一张写有万人名字的请愿书 此时距离减刑之原定的问斩日 只差一天 圣上英明愿要杀他 便也会因百姓的歌功颂德而放了他 只要将真相传入市井 平了明愿 减刑之自会化险为夷 有成爷这位暗中散布消息的推手在 总算有惊无险 得知消息那天 我一个激动 摔倒在检府门口 这一摔 把减刑之吓个半死 连宫里来的圣旨都顾不得接了 抱着我上了马车 往最近的一堂跑 马车后面的公共气急败坏道 简大人 官复原职的圣旨你还要不要了 减刑之脸色难看的对着外面吼回去 要什么要 我夫人孩子的命 还比不过一个破官儿 后来 传旨公共追到一堂来 说自己传了许多年圣旨 还是头一次追在人家屁股后面跑 这一胎结实 没摔出大毛病 我擦破了一点皮 减刑之就训斥了我半个时辰 揣着圣旨回府的时候 天上又下起了雨 霹雳啪烂的敲在马车壁上 圣旨展开 珠色的大印被雨水染了花 我小心的拿着袖子去蹭 被简行之拦住 他抽出圣旨 卷了卷 扔在一边 然后过来 攥住了我的手 你还是不要上街了 小梅的跟着 算了 你干脆回秦家 府里太久没住人 可不能枪着你 我抠抠耳朵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这几日 我深谙装傻冲愣的好处 简行之没有责怪我自作主张以身涉险 只有某日他回来时 手上带着伤 隔日 承野眼上多了圈儿乌青 简行之动了动嘴唇 说道 我知道你听得明白 我肆意往他怀里一趟 懒洋洋道 我不明白 雨停 天晴 远处有妇人乌业 我伸手掀帘子 简行之挡住了我的手 悄悄而语 是方夫人 被赶出来了 不是 前几日生了 方大人想送走 所以孩子是谁的不言而喻 自作孽不可活 能保他一命 已经是方大人最大的仁慈了 简行之抱住我 轻轻掐住我腰间的软肉 捏了捏 我不在的时候 你干什么了 给别人写情书 简行之一笑而过 没放在心上 直到某一日 我替软书童写下的若甘情书 被简行之面带微笑的拍在桌子上 对着温若春风 娇儿 过来解释 我做贼心虚 想往门后躲 对他中途拽住衣领 拉回来 给谁写的 死鸭子嘴硬 他轻斥一声 抱我上桌 债主讨债 如狼似虎 我在荒万中 撞掉了性质 满头是汗道 不 娇儿 我认得你的字迹 是软书童 我替 嗯 写给谁 我告诉你 简行之笑咪咪的 成爷 我一愣 木火蹭的窜上头顶 他赶霍霍软书童 他竟然赶霍霍软书童 出去 娇儿 赶紧出去 下一刻 简行之的话一句接一句 娇儿 穿上衣服再走 哎 祖宗 小姨没穿 快 小梅 拦住你家小姐 别急 斜掉了 九个月了 怎么走路跟飞一样 娇儿 我怎么办 我恼火丛生 吼道 你自己解决 后来 软书童竟真的跟成爷混到了一起 软书童几番讨要自己的情书 都被成爷颇为嫌弃的拎回去 想看什么 小爷给你写 别眼巴巴上赶着求别人 你男人死了啊 彼时 我正端着一碗甜汤 坐在窗边瞧热闹 窗外的光突然转了个盖 一旁的简行之抓住了我的手 与我食指交叠 笑着说 娇儿 因缘绳 窗外没来得及落下的一片树叶 正好挡住了一条光线 在我和他的手上 留下一道浅浅的现影 远处 软书童鞭子甩的啪啪作响 中气十足的怒吼在院子里响起 天天我男人我男人的 你吃我一招 接住了才是我男人 软书童 反了你 狗男人 跪下叫爹 两人的争执声渐渐远去 我低着头 喜滋滋的比划着 好巧 第一片雪花儿漫悠悠从天空飘下 简行之低头稳住了我 许多年后 孙子的满月酒 简行之喝醉了 才道明真相 当年的花朝节 他就相中了我 后来我仓皇逃窜 他便寻不得 兜兜转转 秦府墙头上的第二次见面 是他一生都感念的天定良缘 是他一生都感念的天空飘下